其實呢 腥瘡血管疾病 糖尿病 腎臟病的人 真的要限制啦 像我們現在隨著時代進步 以前月餅好大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我們想說月餅好大一個 那現在的月餅就做得這麼小一個 但是我們家呢 在中秋節的時候 就會帶著月餅去外面也參賞月 就把它切成八分 就是八分之一一起共識 那我們會帶兩個 我們每一個晚上 在這個運動走的過程中 我們大概就是吃到這樣子一空 通常吃了這一塊之後 會走個大概四十分鐘的快速 所以也把這個消耗掉 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配一點無糖的茶 記得是無糖的茶 茶如果再加糖 其實都是增加身體的負負負 還有有時候就是吃 柚子配月餅 對不對 其實柚子是高纖維 那你柚子跟月餅一起吃 也可以阻止一些油脂的吸收 增加這個纖維量